OK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一些已經進場的人的這個加點喔 那兩邊目前的職業組合這個紅隊是元素、戰士、死靈跟盜賊 藍隊則是戰士、死靈、盜賊、元素 欸 等一下 所以說兩邊的組合是一樣的 那剩下的都是一個守護喔 然後我們先從紅隊開始看 紅隊的這個元素他帶的是法杖 他等一下應該會換成雙匕首 那並且法印用的是切換武器中毒以及戰鬥 身上的符文是力量符文跟全屬性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再來看到戰士 戰士這邊用的是斧劍長弓 上面的法印用的是智慧法印以及這個是爆擊之後有機率把症狀轉移到敵人身上 以及戰鬥跟能量法印 身上使用的是力量符文跟全屬性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20606 欸 他怎麼不見了 再來看到盜賊 盜賊這邊使用的是劍匕手以及短弓 法印是火焰空氣兩套都一樣 並且使用的是力量符文跟狂戰士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20066 是一個SIDER的這個劍筆賊加點 然後接下來看到死靈 死靈用的是法杖以及全杖匕首 法印用的是能量以及地能 還有地能以及這個切換武器中毒 以及身上使用的是旅行者的一個符文跟瑞皮特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6206 再來看 再來看到守護 守護這邊使用的是垂聚能器以及法杖 那他身上的法印用的是 攻擊時有機率解除一個症狀跟能量 還有智慧跟能量 以及士兵的符文跟牧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1661 有些拿大槌 然後剛剛戰士看過嘛 然後剛剛戰士看過嘛 接下來看到藍隊這邊 藍隊的戰士使用的是大槌長弓 法印是智慧戰鬥以及能量跟戰鬥 那並且身上使用的是力量符文跟士兵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0626 他兩套都差戰鬥讓4E時間會卡到 再來看到死靈 死靈它用的是 法杖配上權杖匕首 法印是 能量以及 地能法印 兩套都一樣 便使用旅行者的符文 跟瑞皮特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26006 欸 整個房間又bug了 大家稍等一下 最近房間藏了這樣子 自動把人踢出來 感謝大家的花花 稍等我一下 我重新一下這個房間 OK 這個死靈它的加點是26006 接下來看到元素 元素這邊使用的是 法杖 它等一下應該會換成雙匕首 然後使用的是 戰鬥以及能量的法印 跟這個是 海盜符文 以及全屬性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接下來看到 戰士 戰士這邊講過了 講過了 那就稍等一下 等這個其他人員進來 我可以看到這個 刀賊 刀賊使用的是短弓以及劍匕首 法印則是火焰 還有暴擊的時候有機會解出一個 欸 暴擊 是把症狀轉移到敵人身上 以及空氣和火焰 身上使用的是力量符文跟狂戰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20066 是 稍等一下 這個藍隊還有一個成員還沒進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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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他們守護進來囉 守護會使用的是法杖以及垂巨能器 法印使用的是能量以及切換武器補血 並且身上使用的是士兵的圖紋跟牧師的項鍊 特技方面是01661 這邊比賽要開始囉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這邊中場可以看到兩邊都是有兩個人穿 然後並且這個盜賊這邊他們是直接要上對方點 但是踩到了這個法印 所以說敵人也是有預警的 那他們是這個四個人都在這附近做防守 然後現在守護才剛要上中場 所以說在這個點其實是一個2打2的狀況 這邊現在盜賊在互抓 並且死靈也是往中間做移動 然後藍隊那邊則是這個 元素回防 但是他們這樣是一個2打1 所以說中場其實這個 變成守護壓力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現在盜賊是去中間做支援的 並且這個死靈在這個點上的狀況有點差喔 他剛剛是已經把他的生命之力消耗光了 但是這邊戰士是倒地了 因為他在這邊是1打2喔 然後並且 這邊這個點的戰鬥可以看到 這個盜賊是已經倒了 那並且嘗試再救他 這邊是被元素給彈飛了 所以說是沒能成功救起來 並且持續在對他的屍體進行傷害 這個死靈是來到中場做支援了 並且可以看到對方的死靈是把症狀一波給轉掉了 所以說是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並且藍隊是靠著一個點現在在持續拉分數當中 但是他們在這個點是滅團了 所以說紅隊是可以拿下這個點 並且 其他人員是結束了這個邊點戰鬥之後是往中場做移動 這邊盜賊也是準備進場 然後標示對方的死靈 可以看到死靈血量掉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這種就是 劍比賊 劍比賊 就是進場 來做一個持續性的緊迫盯人 其實也是滿討厭的喔 可以看到死靈這邊是準備要倒地了 那並且對方的死靈是開了個瘟疫 所以說這邊應該 盜賊放下一個暗影庇護所 所以說是沒有成功擦掉 把他救起來了 並且兩邊分數其實沒有差太大喔 並且這邊是被一個戰士叮倒 這邊利用一些瞬移招式式來閃掉敵人的攻擊 並且可以在瞬毀點上喔 這邊死靈是倒在了檯子下面 然後並且被擦掉了 那現在 兩個盜賊都沒有去打對方點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邊是過來直接一個進場 搭配隊友 把這個盜賊給收拾掉了 那另外一邊是這個 兩個戰士在這邊互打 然後元素趕過來做支援 並且中場的人很膠著 還沒有被任何一邊所站下來 這邊守護士已經開出了格擋 那並且元素是 一個法杖元素啊 剛剛有一個不是雙匕首是一個法杖的 然後在台子上面做一些控場 這邊守護也是交出了補血喔 那並且盜賊這邊又在這邊要準備做一波交鋒 可以看到這一個是嘗試上點 但是被一個定身定住 這邊利用瞬移是來到了點外 那也是一個瞬移進場 這邊盜賊的這個對戰都是非常瞬息萬變的 就看誰就是失誤 那剛剛也是成功把這個點開白了 這樣子就沒有繼續留在那邊的必要 就直接走就可以了 可以消耗對方盜賊的時間 那這邊三個點都是一個交戰的狀態 那並且這戰士血量很低 有利用場攻F1來做一些傷害 而且就是利用一些高低差地型來閃躲 然後直接一個F1反打 可以看到這個紅隊戰士的血量反而掉得更快喔 那並且場上這邊死靈血很少 被一個定身身上很多症狀是倒在了點旁邊 嘗試要終結他被一個盜賊隱身 欸不是倒賊隱身啦我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戰士被盯住了喔 他一個定身然後一個F1解掉的一些症狀 血量有點低 然後是準備倒在了點上 所以說這個紅隊在這邊是做一個全盤的壓制啊 他們三個點的戰鬥都是贏的 那並且藍隊成員復活之後是趕過來這個點 這邊元素唱他的補血 但是身上是又被一個定身跟中毒給上上去了 所以說他應該是支撐不了多久 這邊水血套還在死體當中沒辦法回血 我發現紅隊那個元素啊 嗯 是以前 呃 起始末的成員 嗯 他那時候在起始末的島好像是玩戰士 戰士吧 那這邊藍隊的重生點他們持續不忍上來 但是仍然是被紅隊給佔據下來了 這邊嘗試再救這個人喔 然後並且成功被救下來了 但是點是紅隊的 所以說他們必須要想辦法趕快開牌 然後並且盜賊在這邊是被這個收掉了 但是他的隊友還是開了一個瘟疫之聲在點上 對原本他開瘟疫是想要插人的 結果那個人被救起來 所以他這個瘟疫有點浪費喔 因為盜賊也死掉了 如果他用瘟疫救人的話 可能他也可以把盜賊救起來 就是一念之差差一點點 對這個救人跟差人有時候會 就是有點失誤之類的 然後並且這個點這個 藍隊的人就是血量都很低 所以說他們是選擇撤離這個點喔 打算要到其他地方做支援 但是 但是他們也沒有地方可以支援 對啊 有啦盜賊跑去中場要開牌了 對那守護現在才在趕 往點上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目前是一個點比上沒有點的情況 但是這邊守護在這是一打二 所以說他隊友可能要趕快過來做支援 這邊交出了一個補血 並且戰士現在在往這個點上移動當中 而且他們的隊友 隊友是在這個賣點 是把這個藍隊成員打死了兩個 所以說 這個 中場 目前還有得打 那兩個邊點應該是會被紅隊給站下來 我就覺得今天 如果以 不是 第一血生 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等一下他們如果啦 在總結賽 遇到 EON 分的話 我覺得他們會 打得蠻辛苦的 這邊可以看到兩個邊點就是成功被拿下來了 並且中場是這個 元素喔 元素在這邊打這個 現在是一個二打二的狀況啊 但是元素要死了 身上整排的一個症狀消不掉 那盜賊也是不太可能救他的 我發現就是歐服的元素啊 他們拿法杖他們還是 比較流行帶全屬性下面 那是美服欸 就是帶那個 創掉思想 對 治療的那一 就他們 一些 其實 反而元素的範圍傷害很多 所以說他是可以趁機下下火雨什麼的 還是有一點傷害 然後 死靈在這邊開了一個瘟疫在點上支撐啊 但是這邊 敵人是有三個 所以說他等一下 生命之力消耗光就會死掉了 這邊直接倒在了點上 然後並且成功被終結掉了 雖然說這個隊友過來嘗試要救 但是來不及 這邊只能勉強讓這個點開白 並且他一上點之後 直接中了死靈人很多症狀 所以說狀況有點慘喔 他的通勢技能全部都開掉了 並且嘗試補血 那他是還有一個 聚能器可以解症狀 但是他剛剛沒有用喔 這邊直接切到了一個法杖 但是 可以看到有隻被一波恐懼 身上十二層的流血 十三層 這個直接開出了一個無敵 並且把F123都按掉 這邊馬上就要倒地了 那並且看一下邊點狀況 邊點這邊也是喔 一個這個 這個元素在這邊支撐 然後 盜賊隊友是進場 直接把對面的盜賊給收掉 並且持續利用這個 這個 這個 火雨在做倒地的壓制 並且成功把盜賊給終結掉 然後 並且放了一個無限 這邊 應該是可以把這個點給站下來喔 把這個點開白 那中場的守護是已經倒了 並且死靈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沒有任何生命之力了 然後持續是在攻擊對方的元素 這邊元素是閃了一個視角 並且切了一個水補血 然後 並且切到一個火來進行輸出 血量是還有一半左右 這邊 想要利用一個地形 但是跳不上去阿 有點尷尬 對 而且跳了上去之後 這個元素其實他是雙匕首 他在上面也是沒辦法進行什麼傷害的 所以說這邊又是進場來做一波爆發 並且剛剛 死靈身上很多症狀 這邊可以看到 藍隊的成員血量都蠻低的 這邊元素是切了一個水 然後成功把這個戰士給收拾掉了 所以說藍隊終於是要拿下這個點了 並且盜賊是要往中場來做移動當中 這邊可以看到兩個盜賊可能是要互抓喔 那終點現在目前是紅隊的 而且分數有點落差 那可以看到這個盜賊被打了一波阿 血量掉得非常快 這邊持續利用短攻來進行閃避 並且交了一個隱身 然後又被一個定數 這邊其實兩個盜賊血量都掉得蠻快的 就看誰先把對方給砍死了 哇結果這個藍隊盜賊目前 看起來要贏了 這個中場可能會成功的被這個藍隊盜賊給開擺 甚至是站下來喔 這個紅隊戰士現在往中場移動當中 這邊是成功的把他終結掉 並且戰士上來 那點是被開擺了 並且拿下了一個點 但是這個盜賊 剛剛來不及回起阿 這邊是交了一個補血 隱身開出實話 然後直接進場要打一波 但是戰士其實打劍比賊 還算可以打 這邊可以看到他放下了 常攻的技能 這個直接給到的造成很大的威脅 交出一個補血 然後被定身在點上 身上還有燃燒跟流血戰 而且這個戰士是那個阿 斧頭戰士 對 就是斧頭戰士其實打賊 賊 賊只要一個不小心中了一個F1 幾乎就是整條的血噴掉 對 而且他剛剛血又沒有回滿 但是這邊隊友是趕快做支援了 這邊現在是一個2打2的狀況 是可以利用這個 元素來幫忙補血啦 那可以看到戰士血量也是蠻低的 這邊 一邊是有元素幫忙加血 一邊是盜賊阿 所以說這個藍隊的去戰力是比較好 這邊看起來戰士快要倒地了 OK 戰士是成功倒地 並且他隊友是放棄他 打算要去把賣點開白 但是盜賊也是有發現他的意圖 所以說這邊在後面緊緊跟著他 這個點不一定會被開白 應該是開不白的 並且吃了一波傷害 這波交戰還蠻精彩的 目前看起來這個紅隊的盜賊 紅隊的盜賊剛剛是輸了一次單挑 那這邊這一場看起來好像也是蠻危險的 這邊兩邊用短攻擊輸出 但是他隊友來了 所以說這個邊點戰鬥 然後應該這個藍隊的盜賊被砍死了 他隊友現在趕過來做支援也是慢了 我對紅隊的盜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被塞著打了戰役拳 就是看到他就跑了 呵呵 對阿 那在這個恨曲這邊也是 看起來是這個 紅隊馬上就要拿下來 那他們分數其實很接近五百分了 所以說 只要拿下一個點就可以取得勝利 這邊過來把他終結掉 那 目前 看起來這兩隊的就是 分數是落差還蠻大的 而且另外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 好像Oculus現在流行這樣加點 就是說把最後一排點 然後出 除了出那個 延長恐懼 時間之外還出那個 就是印記可以觸發額外的那個生命之力 嗯 這樣賺生命之力是確實是比較快 對 OK這邊恭喜這個 紅隊是取得了一勝的領先 一個amat子 不然 旁邊 我們 補充 到 在 有 無 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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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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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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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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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